老杨倒数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以及我们推荐的三款补刀具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稍早尔维码 欢迎了解一下 欢迎选择 谢谢理解和支持 来谈谈民营经济 还是以温铁军的适性 人民经济来开个口度 温铁军成为人民经济理论的鼓吹手 并非史料不及 梁树民老人的后人 曾跟我分享过一段往事 2015年 他说我曾经去过温铁军 主办的人民大学的海淀温泉的 梁树民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去到那里的时候 温先生不在 我就问那些年轻人 你们都读些什么书啊 有人就给我拿了一本 类似文革时期的毛雨露的样子 其大小也很近似的小红书说 我们主要是学这个 我接着问 你们叫梁树民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你们看过什么梁树民的书吗 他们纷纷地答道 我们这里有他的书 但是我们都没怎么看过 随后开始要举行讲座 年轻人的巨龙大会一时来 他们齐声高唱文革时的毛雨露歌 不过是把歌词置换了事 也许歌词就是昏铁军的雨露 想来也是个欺世道名的家伙 就长着一副慈祥的外表 迷糊了不少人 看起来也是个大帅哥 北京有位朋友很叹息 中国什么时候这样的人觉得没活干 刷不住存在感了 也许就会好一点 当然看来远远还没到这样的时候 耐得着寂寞 绝不欺人互是读书人 毕竟还是个多 这里呢 要引用了学习时报 原来的总编辑周维民 早前他发表的文章 直言不讳的指出 打击民营经济 就是打击中国现代化 周维民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是最继实质意义的成果 是什么呢 是民营经济的生长和发展 同时那些成就落后的观念意识 对改革开放的干劳阻挠 也突出表现 在对民营经济的种种怀疑和非议之上 而多年来的含混的所谓的民企言罪论 一直受到一些的诋毁打击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 尤其是其中佼佼者的一根大棒 他要做出有必要的澄清 原罪这个词 是神学的概念 来自基督教 所谓原罪指的是 本源先天 人类基因中所带有的这种罪性 而不是指现实 具体的人实际换下什么罪性 把原罪的概念和中国民营经济 联系在一起应该是万通集团的创始人 冯伦 周一鸣说我曾经跟冯伦做过对谈 冯伦提到了民营经济的原罪的意思 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 因为改革开放而起始归生 但民营经济 所有民营企业主 生来就背有沉重的原罪 这个原罪是什么呢 长期左的僵化思想支配之下 他就被人为的贴上了性资的标签 生来的限定义己的身份 只能面入另一侧遭受歧视的地位 这是民营企业的原罪身份 大概只有种族 种姓制度下的低种姓身份 可以比拟 周一鸣和冯伦认为 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 就要继续推动思想解放 破除观念的障碍 为民企阵营 去除成就错误的意识形态 加诸民营经济的这种原罪 但是没成想 多少年以后原罪 却变成是对民营企业的指控 说什么众多民企的创办 和最初积累是靠违法犯罪实现的 对原罪成了民企的实罪 对原罪这个词的各种曲解和滥用 成了这些年来一些人 在意识形态上从此做了僵化教条 对民营经济一再发烂的手段之一 他认为这是对民营企业的一家奇罪 何患无耻 首先当然很多人都会谈到 以56789 来证明民营企业的中国的重要性 所谓的56789 是民营经济的税收 GDP增长 技术创新 就业企业数量上 分别造有百分之五十六十 七十八十九十的比重 这是很说明 他的中国经济的重要的贡献地位 而实际上有些地方 民营经济的作用 已经超过56789 而是五个九 五个方面都是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想浙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 数字 从民营经济的贡献 作用 肯定他的地位是好 但不够 因为仅仅是民营经济的作用 来强调到重要性 自从功利目的 来论证对他的需要 不足以破除 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偏见 不足以破除 左的错误观念 振振有致的攻击 所以民营企业和企业家 一律担心 甚至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一如惊弓之鸟一般的恐惧 就像人民经济光机又出来了 一样 即使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 来肯定支持民营企业的存在发展 人们就不无理由想到 一旦民营经济被认为 不再有这么大的作用 是不是要让他离场了 果然也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 就像民营企业家 说利用我们是现实的需要 消灭我们是伟大理想 所以为了真正排除思想观念障碍 切离民企和企业家 对生存环境的足够的信任 对发展前景的良好意区 和充分的信任 除了在功利益上 肯定它的重要性 还需要从基本理论的逻辑 对民营企业 民营经济的性质 来尽量做一些正当性 合理性 做出切切的说明 这理论家有这样的能力和本事 民营企业的实质是民有的企业 民营经济就是民有的经济 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正当性 合理性这个根本的性质 作为基本的市场主体 民营企业在中国已成为 普遍的一般的企业的形态 在企业数量中占90%以上 这合乎规律 它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最深厚的严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周围民着重探讨 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存在 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 是什么关系 首先第一个问题 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存在 跟消灭私有制的主张 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 在这个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是理解 严重妨碍了民营经济的生存发展 这要消除这个致命的影响 首先一点是不能把私有制 当成是笼统的概念 私有制是有不同性质 共产党宣言本来也说得很清楚 共产主义的特征 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 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驳斥了笼统的说 共产党要消灭私有制的论调 笼统的说共产党消灭私有制 是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攻击 好像攻击共产党要共期 要消灭个性 消灭家庭 完全是同样性质 但是在苏联的教条化理论 长期应养之下 人们就一直把私有制 当成一个农统的概念 丢掉前年后年 孤零零的抽取住 消灭私有制 以至于把资产阶级 对共产党这个攻击结果来 真当成了共产党自己的正面主张 他说这是这个错的何等离谱的事 所以在民营经济问题上 当财产还是独立的经济范畴 当企业市场还是基本的经济组织方式 当正确合理的结论只能是 必须认真对待人民的财产权利 必须充分保障人民举办企业 创造财户的自主活动 第二个问题 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和公有制的发展是什么 公有制也是有多种形式 首先不应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 简单笼统的等同于国有制 而国有制是什么 国有制是非常古老的所有制的形式 只要国家存在它有可能存在 所以古代中国就官办官营的国有企业 甚至还可能是主要的形式 近代中国洋务运动这些官办的也是国有企业 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也有国有企业 国有经济 所以一个社会的国有制 国有企业是什么性质 它本身是得不到说明的 你只能说明 你要说明一个社会的国有经济 国有企业的性质 你必须全面分析这个社会的真实的 基本的经济关系 你才能够说明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国有制 国有企业的性质 他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不是说国有制天南就是社会主义 天南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德国的铁血首相比斯麦 就成了社会主义的先驱了 他认为这一点不能够这么说 而不能够人为的强调 对民营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式的 收归国有式的改造 理论家可以一点一滴的把这项掰清楚 不是像那种汉巴拉的什么都一棍子打死 要让民营企营剂退场 故事笼统的说民营经济一概成为非公经济 是非国有经济 不等于是非公有经济 不等于是社会主义的异己的成分 当年王国藩穷放者是财产联合 只有三条半的驴腿 毛泽东说他就是社会主义 现在民营企业大量的企业的财产 联合规模 何止了百千亿万倍 就反而要被看成是非公 实际上民营企业 通过员工持股 社会公众持股的国有制的实现的 日本社会化程度越高 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 公有经济的性质 越是能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 就越具有这样的性质 也就是说腾讯哪里巴巴 本来就是这种性质 第三个问题 民营企业跟民营经济 跟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 民众拥有自主的财产权 因而以自主举办企业 自主创造财户的经济活动 是人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表现 是人的自主活动的最基础方面 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最基础方面 人民以自主选择来实现要素结合 举办企业 自主创造财户 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事 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 是人民不可被剥夺的基本权利 是宪法的权利 这是什么呢 这是民营企业 民营经济的根本的定位 它的根本的正当性 合理性之所在 由民营企业的性质定位所决定 民营企业越所发展 社会主义就越发展 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 那不就等于说 民众自主举办企业 自主创造财户的活动 发展得越好越成功 提供了就业税收越多 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业 供选越大 人民只获得了财户越多 就越不是社会主义吗 周一鸣说 把中国的民营经济和社会主义 对立起来 有意无意地把它视之为 社会主义的一体力量 对他妄加攻击的一切言论 都是错误的 首先 学习时报 这中共中央党校的党报 理论研究 有他们各自的一套 这个周围明 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三方五字说一些 暧昧不清的话的时候 他做这样的澄清 我们认为是很严肃 虽然不一定很及时 但有人说 总比没人说好 所以 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也仍然有一些明摆人 就是明摆人 说话的机会 说话的空间 实在是太窄 第二点 周围明这个理论很清楚 民营企业不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对立面 把中国民营经济跟社会主义对立起来 有意无意 把它视之为社会一级的力量 妄加打击攻击的言论 都是错误 在当代的中国 打击民有民营经济 就是打击人民的自主活动 就是打击社会主义和多种形式的公有制 就是打击中国的现代化 其实就是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 释放出来的生产力 就往为转 第二点 最近卷土重来的人民经济的学说 从实质内容看 已经在根本上否定私有经济 或者民有经济 民营经济的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可能性 民有经济 民营经济 可能会成为被吞并或消灭的对象 这是社会各界舆论 持续高度警觉的主要原因 有人想走回头路 想彻底否定改革开放 第三 想方设法 重点打击民营企业 不加选择了对民营企业的发展 做各种限制 打击和重点监管 所谓限制资本无需扩张 实际上是自毁长城 自挖墙角 自掘魂墓 掏空自己的政治治理的根基 而不自知 这叫愚蠢 第四 温铁军 在这个时候高度的概括 人民经济是有四个性 自主性 在地性 综合性 全民性 某位北京的资深媒体人 他说 当温铁军说前三条 自主性 在地性 综合性的时候 我脑子不自觉 浮现出一个典型的企业 也就是河北 大武集团 等到温铁军说出的第四条 全民性 也就是全民所有制 我们就明白 孙大武和大武集团 为什么就完了 可能还有很多的孙大武集团 在等着被你们消灭 大概是这个意思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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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杨到处说